为了加强中老年族群防诈骗的知识 陷阱局少年队特别规划了一连串银法族反诈宣导 24号上午就前往花莲市民情理社区活动中心进行宣讲 吸引了60几位银法族长者来到场聆听 运用互动模式让社区长辈们有正确的防诈知识 希望大幅降低老年人被诈骗的风险 根据警政署研究指出 台湾有近六成老年族群防诈骗知识薄弱 需有待加强相关的反诈骗知识 为此陷阱局少年队特别规划了一连串银法族反诈宣导 而在民情理理长李顺兴的邀请下 警方反诈骗宣讲团就前往民情理社区活动中心进行宣讲 吸引了60几位的银法长者到场聆听 搭配警政署黄署长陆志的阿州署长 防诈无招影片 以及有奖侦达互动模式 来灌输社区长辈正确的防诈知识 今天高兴我们少年队来这边 给各位长辈来宣导反诈骗 反诈骗 我们最近有诈骗案件 在我们花莲县整个台湾省好了 所有的刑案数据 当然就是诈骗案件没有降临 一直增加 我们花莲县一到三月 已经发生了哪个件 123件 去年的同期 去年同样的一到三月 已经增加了30件 一直增加 损失了2000多万 陷阱局表示 现今不少长辈独居 在接到诈骗电话时 身边可能无人能够协助而上当 所以亲友的关怀是 引法族防范诈骗的重要关键 民众如果接到一次诈骗电话 请务必沉着冷静 记得反诈要领 一听二挂 三查证 先挂电话并拨打165110查询 多一份留意 让自己远离诈骗集团的陷阱 记者花莲市综合报道